在立委蔡氏映和机动室议员张浩瀚梅河下 由旅游家旅行社以及药群生医公司 联合捐赠1000剂快筛试剂给机动室政府社会处 由处长吴挺峰代表受证 再由社会处分送给快筛剂需求量大的机动室慎友协会500剂 机动室脊髓损伤者协会 以及机动室自闭症家长协会各250剂 让三个弱势团体都很甘心 机动室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趋缓稳定 不过机动室政府社会处表示 对于部分弱势团体来说 快筛剂使用量大非常重要 感谢蔡世英立委和张浩瀚议员 梅河民间的力量来帮助他们 那特别是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 因为身体机能的关系 他们可能必须比较频繁的到医院去 那医院相对来讲 又是一个染疫风险比较高的一个地方 那像梦瑞应该很清楚 应该是两天要去洗剩一次吧 两到三天洗剩一次 那所以说整个一个需求 就比别人还要多 那这个频率比别人还要高 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旅行家 还有我们的药群生医 愿意把这样的一个可贵的资源 把它捐赠出来 那也非常谢谢我们蔡世英委员 跟张浩瀚议员 愿意穿针引线 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好 三个受证的弱势团体理事长 也回赠协会各自制作发行的 精美手工艺品给立委蔡世英 以及市议员张浩瀚和旅游家旅行社 以及药群生意公司的两位董事长 由衷感谢他们看见弱势团体 在疫情期间对于快筛试剂的需求 真的还是很感谢我们旅行家旅行社的 周董事长还有李董事长两位 真的能够来大力的协助 来帮忙我们的伸张团体 那我也相信我们三位理事长 在接受这样的一个 一个自证的这个相关的物品之后 转资给我们所有的会员朋友 他们也可以更加的安心 未来在这个医院求诊跟看诊的过程当中 能够更加的放心 那所以其实大家对快赛的需求 使用上其实是非常的大 那刚好也藉由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希望把这一些的 我们募集的快赛试剂 那提供给我们基隆的 除了这一些中细收入户以外 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些基隆在地的 伸张的一个团体能够有更安全 更保障的一个方式 那希望大家 就是重点是大家身体都要平安健康 蔡委员 浩安议员也都讲了很多 那我们当然很开心 真的给一些需要用到的人 伸张团体非常迫切的需要 所以这个是我们会在持续的 继续的付出 那我们努力的工作 努力的在基隆付出 那我们这个快赛是完全依法办理进口的 那它是唾液的快赛 所以请各位大家放心使用 那我们也很荣幸能参加这种盛会 会后社会处长吴挺峰和市议员张浩瀚也一起 分别和基隆市盛友协会理事长张梦瑞 基隆市脊髓损伤者协会理事长武清台 以及基隆市自闭症家长协会理事长李彦芬合影留念 协助行销三个团体各自制作发行贩卖的各项精美手工艺品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